人人都希望有好运气,但是你知道吗? 好运有四种,对人们真正有帮助的,并不是其中最常见的那一种。 你好,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,我是小天,今天的影片讲一讲运气。 运气为什么有四种? 这是神经科学家詹姆斯·奥斯丁提出来的一个关于运气的分类法。 他说的本来是搞科研这项业务中的运气,但是完全适用于从吃喝玩乐到功名利禄一切领域。 詹姆斯·奥斯丁的这个理论算是把个人的好运气这个事儿琢磨明白了。 一个人的命运和虔诚,当然要靠自我奋斗,但是也要考虑到前进路上的机遇。 很多人一辈子辛苦追逐,总感觉什么好运都没遇到过。 但有些人好像莫名其妙就能财运亨通,事业蒸蒸日上。 詹姆斯·奥斯丁告诉我们,运气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。 而且,求人不如求己,有的运气是自己可以争取的。 理解了这四种运气,你会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有更深的认识。 第一种好运,盲目的随机性。 四个人打牌,为什么你手里的牌最好? 那么多人买彩票,为什么老王中了巨奖? 这就是纯随机性。 命运之神并不知道,也不在乎你们谁是谁,随便一扔,谁接到就是谁的。 寻常人们追求好运,比如在朋友群里抢红包,依赖的就是这种随机性。 这种随机性的运气,即使使用统计概率学,也很难把握。 第一种好运的特点在于它完全不可控,人们只能被动等着。 可是真正的好东西,怎么能这么被动地等着接收呢? 我们还得做点什么才行? 第二种好运,跑出来的机会。 一个人要是从来都不逛商场,当然就碰不上那波特价促销。 一个人要是平时很少能见到异性,当然就很难跟人自有恋爱。 同样的道理,我们常常听人说站在风口,猪都能被吹上天,前提也是要先站在风口。 大部分人只知道盼望从天而降的第一种好运,殊不知这种自己跑出来的第二种好运。 才是最常见,最有可能被把握的。 为什么那些最厉害的科学家、发明家和艺术家有那么多好想法? 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。 他们尝试过很多想法,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。 这就如同如果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,他自然就有更大的可能去过风景秀美的好地方。 心理学家迪恩·西蒙顿专门研究各种有创造性的杰出人物,他最后得到的结论是,这些人其实都是用数量确保质量。 一个人所能找到的有影响力的成功的创意数量,同他想到的创意总数成正比。 据估算,贝多芬有722部音乐作品,巴赫更有超过1000部音乐作品。 爱迪生有1093项发明专利,毕加索创作过约1800幅油画,1200件雕塑,2800件瓷器,1.2万张图纸,以及数不清的版画,地毯和挂毯,其中人们能记住的,对世人认可的,趋值可数。 詹姆斯奥斯丁举了个形象的例子,我们听过青蛙变王子的故事。 人们看到有人亲吻了一只青蛙,那只青蛙居然变成了王子。 然后人们说,啊,他真幸运。 殊不知,他已经亲吻过无数只青蛙,别的青蛙没变成王子。 好运的基础是勤奋。 无论是任何行业的奇思妙想,想法行不行,得做过才知道。 人们得尝试过很多很多想法,才能找到一个行的。 不过搞创新并不是纯体力劳动,人们还需要第三种好运。 第三种好运,有准备的头脑。 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有句名言,机遇,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,关键词是有准备的头脑。 同一个东西摆在所有人面前,只有有头脑的人能看出它的价值。 创造是想法的连接,而连接需要两个东西。 面前有一个想法,人们自己还得先有个别的想法,才谈得上把它们连接起来。 同样看一场艺术展,外行只看到了热闹,内行能看到门道。 有准备的头脑,却可能获得一个项目的灵感。 如果头脑里没有相关知识和思维模型,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,人们也不知道该看哪里,该怎么看,你就不会跟它发生化学反应。 举个例子,亚历山大弗莱明当初是怎么发现青梅素的呢? 弗莱明想要观察葡萄球菌的变异情况,把培养敏在室温下放了几天。 中间可能是有一点霉菌偶然掉到培养敏里,它清洗培养敏的时候,发现有霉菌的那一个小区域内的葡萄球菌没有生长,于是判断那个霉菌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杀菌。 这听起来很像是第一种好运,老天垂帘给弗莱明掩饰了一遍青梅素的作用,然而这里的关键其实是第三种好运。 在此之前,弗莱明就已经做过类似的实验。 他曾经以为自己感冒时候的鼻腔粘液里有能杀菌的物质,他一直在期待培养敏里发生那样的变化。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别人面前,只会被当作污染。 第三种好运需要知识,而知识有个复利效应。 就好像攒钱一样,你的学问、经验、生意、社交网络越大,你的敏感度就会越高,而你就越有可能注意到新的机会。 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,你就会迎来第四种好运。 第四种好运,人设的吸引力。 人们可能看过朗达拜恩的秘密和里面提及的吸引力法则。 我们说的人设的吸引力跟吸引力法则有些不一样。 人设的吸引力这里面没有超自然现象,说的是因为你的特殊人设,自动有好运来找你,而不用你去找。 比如,一个人的专业是考古学,当他还是个小研究生的时候,他整天盼望能赶上一次重大考古现场。 可是有大事儿根本没人想到他,他连写博士论文都找不到过硬的素材。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成了比如说西汉考古的头面人物,这一块全行业就他最懂,那就不是他出去找素材,而是素材来找他了。 哪里新发现一出汉代遗址,谁谁得到几片竹简,他想不看都不行,这篇论文必须他写。 导演奥运会开幕式对张艺谋来说是个好运,但张艺谋的存在也是奥运会开幕式的好运。 这是非你莫属的机遇,但是请注意,最有吸引力的人设并不是资格和职位,也不是排名,而是一个人身上的某种特殊性。 最稀有的好东西往往要求极其特殊的条件。 历史证明,苏联最高领导人薄烈日涅夫,要才能没才能,要思想没思想,是苏联衰落的重要原因,而且他上台之前没有过任何拿得出手的功绩。 那你说苏联那么多人,当初为啥非得选他呢? 因为他履历完整啊。 薄烈日涅夫做过学生,当过工人,有军队干部经历,二战还赶上了一个小战役,虽然他没上场打仗。 他在苏联几个共和国的不同党位上做过一把手,而且他形象好,没做过坏事,没得罪过人。 全苏联满足这些条件的,只有薄烈日涅夫。 公司选领导人都是看长处,尽管不符合历史潮流,苏联选领导人却是看没有短处。 薄烈日涅夫这种水平的履历完整,不是普通的资历,这是运气。 所以,人生最好有点特殊经历,有些特殊的优势,别跟别人完全一样。 别人有的你有,别人没有的你还有,人设的吸引力就是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。 让四种好运发挥作用 第一种好运是人人都可以有,但最不可控,对人的用处也最小。 第二种好运是由行动决定的,它任何时候都可以争取,用处也最多。 第三种好运取决于你的知识积累,它不能靠临时突击得到,比的都是以前的功夫。 第四种好运却是自我奋斗和历史机遇,共同的产物,一个人不努力不行,一个人只努力也不行,它取决于使命的召唤。 重大成就往往是四种好运综合作用的结果,尽管好运都要有一点随机性,但也有一些主动性,有一些客观性,有一些特殊性。 想明白哪些是可以争取的,哪些是必须等待的,哪些取决于别人,哪些取决于自己,我们也许会多一点对自己命运的主动权。 祝你自助者强,当人不让,获得四种好运。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,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对运气有自己的见解,欢迎留言分享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,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。 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